女篮世界杯预选赛正在进行当中 首战比赛中国队强势战胜了尼日利亚队 球队的两位优秀封线选手 更是直接击垮了尼日利亚的封线阵容 在首场比赛里大胜14分 令很多球迷非常满意 李月如和李梦这一对双离组合 最终合侃38分 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 李月如这位出众的内线选手 被很多球迷称作是女篮中的奥尼尔 他的实力非常强大 在面对尼日利亚内线的时候 毫无压力以一己之力扛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旗 在比赛的首截 李月如就通过内线进攻得到了15分3个篮板 而在第二节比赛中李月如体力下降 李梦则是顶上了他的位置 在封线进攻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李梦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高 本次比赛他一共命中了6g3分 并且在进攻端也有着很好的突破表现 在这场世界杯资格赛中 中国队的双米组合发挥强势 韩旭这位内线也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他得到了15分 总之在这场比赛中 球迷们可以看到中国女篮团队合作的魅力 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李月如这位当家内线的实力和强大 李月如在面对黑人内线的时候 没有丝毫的压力 可以轻松地进行上篮 并且在篮板球方面也有很出色的表现 希望在之后的比赛中 中国队可以继续加油 他们在赢下尼日尼亚队之后 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自信 目前球队的主教练已经进行了更换 许立明指导因为身体状态不佳离开了队伍 中国女篮在此前的奥运会比赛里 强势地进入了八强 并且战胜了多支强队 期待他们能够在之后的比赛里继续前进 希望李月如等小将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继续发挥出出色的实力 都给大家看 개인教育 必须做什么 可厚的 就想累了